有候選人宣傳車從座外側路間 直接跨越車道和雙黃線違規迴轉 下一秒突然整輛車向前彈飛側翻 原來是同方向的紅牌重機 因為閃避不及撞上 宣傳車重機全部側翻倒在馬路中間 車禍意外發生在雲林林內鄉大同路上 雲林縣議員候選人賴淑蕊的宣傳車 因為違規迴轉 跟執行的紅牌重機發生車禍意外 67歲宣傳車駕駛左手骨折 而重機騎士也因為撞車右手骨折 兩個人都送醫治療 我朋友是那台車 我打轉剛才翻過 很大聲 撞車的紅牌重機是進口車廂頂級巡航車款 1832cc排氣量 配有沙發及舒適座椅和音響 新車價就要120萬元 但現在車頭全毀零件四散 恐怕維修費也不便宜 要求廣告公司一定要做好 司機的勤儉教育 讓他們知道說 我們代表的是總部的門面 議員總部表示 雖然宣傳車都是委託廣告公司負責 車禍意外發生 中部還是會協助理賠 並要求廣告公司加強勤儉教育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要求廣告公司攻略 我們要求廣告公司負責 把糯封密拗撞